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做一期少女心爆棚的一个好物分享 对然后大部分都是彩妆 因为我今天刚收到了一个快递 因为我知道这一箱东西都是我从国内转运过来的一些函妆嘛 就是包装很好看 然后也很实用的一些彩妆 对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今天的视频吧 这个箱子大概有这么多东西 首先是三个阿萌买给我的星巴克的杯子 其实这个是我在小红书上刷到 就是星巴克的中秋节限定还是什么限定的一个杯子 但其实美国这边星巴克一直都没有卖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 就很多这种限定好像都是国内在卖 这个好像是阿萌他找的那种星巴克代购买到的 这一支的话他还有一个小的腰包 所以就很可爱 然后他拉链的这个地方都是星巴克的那个logo 这个水杯也太少女好看了吧 就真的很漂亮 旋转打开就是这样子打开 这样子打开 然后是一个吸管型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渐变色的玻璃杯 嗯 这个挺少女的 然后上面有一个小兔子 刚好我的生肖就是兔子 而且这个蓝色看上去也很漂亮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一款 它好像是一个可折叠的 我现在暂时还不知道要怎么弄 它就是可以折叠成这么小的一个样子的 边上呢也是有挂一个小兔子 因为应该是中秋节限定吧 所以就是这种寓意 好看又实用吧 我觉得这种就是 然后也可以督促自己多喝水 那我们就继续拆下面的东西吧 接着呢就都是一些彩妆类的东西了 对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很少女的唇有 好像叫做Cherry Mopal 我之前是已经买了两个颜色 上次对定妆的时候呢也用它来做了一个腮红 然后这一次呢我就是多买了两个颜色回来 就觉得特别少女好看吧 给你们看一下这两个是我之前买的 然后这两个是新的放在包里啊什么都很便携 然后我给大家上手试一下它们的颜色 首先是第一个 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偏长的颜色 这个是我那天用在腮红的一个草莓红吧 我觉得对 因为它的饱和度其实不会特别高 所以用在腮纯都很好看 它是这样子的 它们呢就真的是又少女又实用 然后挺分享给大家的对 接着这一支呢 它也是一个腮纯两用的一个唇膏吧 我之前是已经有买过一个了 这也是我买的第二支 就是重新买多了一个颜色的 然后它的话 我之前用来上腮红真的特别漂亮 但我之前买的那一支呢 我现在暂时找不到了 对然后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新买的这一支吧 我感觉韩国这些彩妆品牌 它们就是包装上做的特别特别少女 然后很心愿人去买 只要挤一点点 腮红的话你就拿一点点 然后点在脸上 然后用那个美妆弹拍开就好 沾的量一定要很少 然后把它预染开来 而且它这个很滋润 其实就涂开来特别的漂亮 下一个想要分享的呢 是这个Lilibre的口红 不对应该是唇釉 然后这个的话 我之前的那一支 现在也是已经 不知道被我丢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现在就来给大家试一下 我新买的这两个色 在手上的样子吧 它的外包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女 这两个颜色 这个颜色真的特别特别的显白 我这一次买的大多数都是偏这种霉红色系的 然后就是会比较有气场一点 我感觉上嘴的话效果会更好看一些 下一次我再专门给大家录一个上嘴的试色吧 接着呢就又是一支唇釉 我这次真的是买了太多这种唇釉了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Holika的Heart Crush 就是一个爱心唇釉 我记得是在五月份还是六月份的一次爱用物分享里面 跟大家分享过 特别的少女可爱 你们看它是一个爱心形状的 给你们看一下 我之前买的是这一支 这个颜色 是一个很少女很少女的草莓红 还有这次的这支应该会比较温柔一点 也是一个很漂亮的粉色 我最近突然迷上这种荧光粉色的这种颜色 就以前一直觉得它们会很显黑 但实际上它们会特别特别的少女 而且只要你不是特别黑的肌肤的话 我觉得这种稍微荧光你的颜色 其实上嘴的话还是会挺显白的 接下来的这一支呢是一个唇膏 它是不是长得也是很少女好 就很简约很硬色的那种感觉 哦这个做唇蜜感觉很漂亮 它会颜色我这个选的会比较沉一点 然后它是一个唇蜜来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叠图一下 大家可以看上下唇的区别 一个是哑观 然后一个瞬间变成这种 很水淋淋的这种口红 接着是一个眼影盘 它里面的包装 你们看特别多的这种小图案 真的很少女 这些配色的话呢也都非常的漂亮 它有一二三四四个亚光色 剩下的都是亮片色 然后它的亮片还分细闪跟有大颗粒的这种珠光闪 大家如果想要打造什么蜜桃妆容啊 然后草莓妆容啊什么的 这一盘真的是都可以搞定 下一个想要分享的 这个看上去真的好像那种小杂质说 哒哒 里面打开真的也很漂亮 它左边呢有就是教你怎么去画它 眼妆跟腮红 它这个就是上面有四色眼影 然后下面是两个腮红 当然这两个腮红也是完全可以做眼影用的 就是也是一个很少女很少女的眼影盘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腮红 我涂一点在手上这个位置 真的特别特别的粉嫩 它这个粉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 所以一下子上的有点多了 上脸之后整个还是蛮少女挺显嫩的 对大概是这样子 接下来呢就是三盘的这个橘朵的眼影 其实我之前一直没有很接触橘朵这个牌子 然后是因为上一次 我们摘星格跟橘朵出了那个联名的摘星盘 所以呢我就多去了解了 发现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彩妆都特别的少女好看 然后我这次就是买了三盘回来 一个是这个什么梦幻独角兽十二色的 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好漂亮哦 然后它还会会有一点点反光 然后它还有一点压纹印花在上面 就这个是凸起的就是凹下去的 然后橘朵的粉质的话 从上一次摘星盘我就能够感觉到 其实都是蛮不错的 对近距离的展示一下 好我们看下一个 感觉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很日常 这一盘我目前看来 真的觉得它会很适合秋冬 大家去画一些微醺妆啦 然后什么都会很漂亮 然后这一盘也是橘色系的一盘 那稍微来说不会那么橘 然后也是很适合秋冬的一个配色 而且我感觉新手很适合这一盘 这个打底整个眼皮 然后这个是眼睛的前面 然后这个深一点的颜色 暗眼尾的位置 然后中间再点个亮片色 就可以搞定一个妆容了 很简单 这个应该是十一号色 给你们看一下 这又是一个腮红 我个人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买腮红 就是我有很多很多的腮红 太漂亮了吧 这个包装什么的都很少女 它是一个那种液体腮红来的 它这个存在感不会很强 而且液体腮红本身相对来说 就会给你一种那种好的气色 是从自己的皮肤里透出来的那种感觉 然后今天想要另外再多分享两个腮红 为什么呢 因为这毕竟是个少女心毫无合计嘛 然后我还找到了两个自己之前买的东西 她们都很少女好看 一个是3C的这个腮纯两用的一个腮红膏 颜色呢会稍微深一点 我通常用它做口红会比较多一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3C这一款腮红膏 它别的颜色 而且它如果做口红的话 也是很滋润的那种类型 对分享给大家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拉杜利的这一个腮红 大家都知道拉杜利的腮红 真的都做得很漂亮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mini装满 应该是 就是跟平时打开盖的那一款 包装会有点不一样 但是它一样里面是有这一个 拉杜利夫人的印花的 然后它也是有很多颜色选择 这个省的是一个橘色的 拉杜利的腮红呢 就是特别适合新手 不会说你一下子上的特别重 你可以一点点一点点 慢慢的叠加 太漂亮了 有这种很复古的那种感觉 好啦 那么今天的这个少女星爆棚 然后少女星炸裂的这一种彩妆啊 然后还有几个水杯的分享 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不知道有没有像我一样 就是年纪越大了 慢慢慢慢的 像我其实马上月底 就要21岁了嘛 结果会突然很喜欢 这种特别少女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 其实无论自己年纪也多了大吧 只要心里一直保持着一个少女 心里一直保持一个童心 就会觉得生活每一天都十分的可爱 而且万物明朗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这期视频